花联市国府里萨古尔部落加证班改良是备心服饰研习课程举办了成果发表会 市长魏嘉燕肯定学员努力学习的成果 并且希望透过研习让部落族人除了是传承部落文化之外 也能够推展部落的经济产业 花联市长魏嘉燕协同了市民代表平岛布定前往国府里活动中心 参加萨古尔部落加证班的研习成果发表会 20多位的成员开心地展示他们所做好的背心 分享上课心得 这个图腾也是我们萨奇拉雅族的图腾 所以做了这种白色的制服也是没有偏离 这个萨奇拉雅的图腾就对 像后面的也是图腾也是萨奇拉雅的图腾这样子 所以都没有偏离这样子 因为我们之前也是有做过背心也是有黄色的 所以我想说这是改用白色的这样子 魏嘉燕市长表示 这次为萨古尔部落加证班开办改良式背心课程 希望可以提升裁缝技巧及族群色彩运用训练 也藉由妇女的巧手把传统技艺传承给下一代 其实站在公所的立场 我们会希望在部落的加证班 我们都希望有这样的传统的课程持续的延续下去 或许在以前是真的是真的可以使用 那现在都是变成商品化的一个贩售的一个方式在进行 那也可以把不管是在传承的部分也可以延续下来 然后在商品化的部分也可以持续的 让大家可以看见部落的一些物品 那我们也希望在花园市公所这边长期 我们都会持续的办理这样的课程 让加证班我们可以一直学 然后一直做 然后也可以成为第二个专长 自己的专长 市民代表平岛部地也非常肯定学员们的表现 这一次国府二班的班长 他要成立这个研习班 然后因为萨奇艾的组 他一般的他的衣服的服装都是黄色偏多 那这一次他们想要说 因为颠覆传统 第二次想要把他们的服装是多元化 所以他就改了一个比较符合他们族情的东西 就是白色也比较朴素 也有稍微接近一下太阳族的东西 所以他的想法就想要说融入族情的融合 希望说因为这一次的言行 然后他们的服装可以多元化 也可以表示说跟所有原住民的16个族情的东西 是可以一并的相处的 然后也显示他的特色 指导老师蔡嘉欣还特别为市长缝制一件专属背心 希望市长未来参加相关活动可以穿着出席 也凸显萨奇拉雅族的文化特色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